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南投縣的火龍果面積有五百一十公頃 已經是全台灣產量面積最多的一個縣份了 那當初最早是以白肉種為主 目前的品種就是紅肉還有白肉 還有一種是多元色彩 我們說的就是相性 近十多年來藉由瓶件 還有鼓勵農民分級包裝 來生產優質的榮特產品 打響紅龍果的名氣 創造出很好的經濟效益 火龍果果品瓶件 第一個部分是屬於外觀的部分 看它果形的均勻度 鱗片是否保持完整 那它的色澤是否光亮 那有沒有冰斑 那再來重點是說它的口感的部分 吃起來是否有特殊的香氣 那有的人喜歡比較脆的或甜的 這麼多元的生產之下 一定可以找到你最喜歡的果品 那第三個重點 就是它的這個糖分的含量 那今天測出來的有高達到21度 那所以說相當適合喜歡吃這個水果跟甜分的朋友來享用 我們的積極輔導做產銷履歷的一個驗證 一方面可以提升市場的價格 因為它的農產品是安全的 你可以幫助我們的果農 提升他們的一個市場的一個售價 因為民間它是土壤本身是紅土 所以加上它的排水系統又很好 大部分的有90%都是秋嶺的地形 滿適合火龍果的種植 火龍果也非常需要日照 所以你會發現我們的果園會依著太陽的方向 日照的方向去耕作 我們跟屏東火龍果最大不同就是 我們有時間讓它熟 那如果你的火龍果它掛在樹上的時間不夠長 那就代表它轉色的時間太短了 那轉色是一個退酸的過程 它酸退的不夠多就不夠甜 我們種植方是採用無毒草生栽培 我們是不會鋪易草型的 草呢對火龍果有很多幫助 它可以降低溫度 那草地上的溫度會比一般的室溫 會大概降兩三度這樣 我們沒有使用農藥 以原子來說的話 我們會定期除草 柳果的部分的話 一株柳一果你可以看到 每一個枝條上面都只有一顆火龍果 正常的火龍果的話 產季會大概到11月 就沒有火龍果了 那因為我們有做燈照 有一集我們就開電燈 一直到過年前我們都有果實可以採收 等於是延長火龍果的產季 我們火龍果的特色 就很簡單 就是大紅原亮四個字 果實大 果形比較圓 火龍果的表皮是非常有光澤的 最後一個就是 你吃的時候呢 我會比較Q 雙色它本身它的裂果率來說 它比較高 所以我們掌握時間度要掌握得很好 有別於一般紅肉的火龍果 雙色來說它有層次感 吃起來是比較清爽 有紅肉的甜 也有白肉的吹的綜合體 我們未來想要成立合作社 聯合其他在地的小農 一起消化這些外銷的訂單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火龍果給壯大 歡迎各縣市的朋友 來南投品嘗最好吃的雙色火龍果 由於農民的努力 它的品質越來越好 希望大家消費者可以吃到 更好吃的紅龍果 紅龍果它有很豐富的一個花青素 可以幫助我們腸胃的一個蠕動 患有糖尿病的患者 它也可以來食用紅龍果 它是我們南投很優質的一個水果 我們的品質受到這個國際的肯定 感謝我們農業部 跟我們所有的農友一起努力 把我們的火龍果推崗到世界 讓所有的愛好者都能夠享用 台灣優良的火龍果